最後的話 看截圖一下 Keypoint 再來的話就是設定什麼 Python的路徑 意思就是告訴Eclipse 你的Python在哪裡 這樣才可以連在一起 因為如果沒有告訴它的話 你喜歡程式 它沒辦法Compire 它沒有辦法執行 因為我們還是要去找到Python IDE的功能只是說 你可以方便你撰寫程式 跟檔案就是專案管理 但是後面執行部分呢 還是拍上 這個概念應該有了 所以我要怎麼設定呢 這邊有1 2 就這個 3 就可以了 所以再來的話 我給各位演示一下 1 到這邊 OK 2的話呢 我們進入到這邊有一個PyDiff 這個有PyDiff 主要是因為我們有裝剛剛那個外掛 才會有這一個 所以如果說你順序亂掉的話 比如說你剛剛外掛還沒加 比如說你剛剛外掛還沒加 就來這邊設定 你是看不到這個東西的 然後呢 再找到什麼呢 它裡面有一個叫 Interpreter這個 裡面的Python的Interpreter 所以 一層 兩層 三層 然後告訴它說 New一個 跟它講說 我的 那個 Python的執行檔呢 是放在我的低疊底下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就找到低疊底下 會有一個Python的3632 有沒有 3632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Python的執行檔 OK 這個就是找到低疊 特別之外 我這邊是低疊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 主要是這個東西 把它連在 告訴它 就是用它去幫我做砍Python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開啟一下 這個喔 陸介 所以喔 特別要找到你自己 3632 裝在哪裡 那之前同學比較問題是 它 裝到C疊的那一串裡面去 所以它Browse 喔 早早早 找不到 所以為什麼 我叫你直接裝在低疊 主要是比較好找了 另外一個 就是 還原的時候 也還會在 所以下一次來喔 應該都不用設定了 直接就可以Walk了 即便是還原也沒有關係 所以為什麼 我的習慣就是放在低疊 OK OK之後的話 那它會找到你這些東西 包含那個Python裡面的DLL 跟它的什麼呢 Library 一些什麼Package等等的 這些東西 它都連個到 OK 是 DLL 那DLL是什麼 Libr是什麼 你只能看到這個網路 其實這DLL 顧名思義嘛 應該我的理解 第一就是DEMONIC 對 然後LINK Library 加S 複數啊 對啊 Library 那有些可能是外部的 跟內部 反正它怎麼分 說真的會沒有仔細去看 不過你們有興趣可以 再去深究 裡面有什麼Package 反正有些東西 全部都幫你打包進來 就對了 有點像設定一個路徑 那個東西在那些 那些地方 自己去找一下 OK 有沒有進來了 這樣才可以連得到 如果你沒有連這東西 你們在執行程式的時候 就會出錯了 還可以建專案 還可以管理 還可以寫程式 但是無法執行 主要是這邊 OK 按Accept Apply 然後Close 然後把它Close 這樣子 恭喜你 你的 餐點已經準備好了 而且你 所以 人家 如果用VBA 就搞定了 OK 所以光第一步 氣泡點 其實基本上那個 好像就 不太平衡 不太平衡 然後就是 允許 這允許一下 所以基本上 差別在這裡 那開發環境講完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開始來寫程式了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 new一個 專案 但是不是Java other 有沒有 python python 這個 nest 然後呢 給他一個名稱 也許叫test 反正沒關係 叫什麼都沒關係 test之後的話呢 那版本呢 我們是3632 3635 所以3.6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幫我 create一個 package 所以這邊特別是 幫我 create一個 source 的一個 package 他會幫你建一個 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就是放 將來你產生的 python 的那個 成事的位置 OK 所以大概會改 名稱給他 這個給他3.6 然後這邊選 有一個source 按個finish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開啟了一個專案 OK 好 應該沒問題吧 反正多玩幾次應該就會更熟悉了 然後再來什麼呢 什麼呢 他相關的那個 相關聯的檔案 要不要 那我們remember好了 就open 直接把它open 好 好 再來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專案 裡面就有一個source 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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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稱的話也許我們可以給一個什麼呢 比如說我們底下還有一個 假設我給他一個名稱 我們 來做 等一下再 這個練習好了 這練習的話也許 名稱也許叫Sum 假設我要加總 那我要怎麼練習剛剛那個加總 把它Finish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會幫我什麼 直接OK好了 他會建立一個 這個 新的專案 新的專案裡面的話有一個Source 底下會有一個 那個Module 這邊把它先Delete掉 因為這是註解 Delete掉 開始寫程式就在這裡了 執行就在上面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 也許你可以 試一下用什麼呢 用這邊這個程式好了 不過會有一些bug 不過你先try一下好了 了解一下我剛剛講的部分 來把畫面呢先還給各位一下 我剛剛的重點 第一個這邊先 這邊進來 PiDiv 這個可以看畫面一下 再來呢新增一個 新的專案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我已經建立過這邊會跑出來了 如果沒有就 Other裡面的 這個NAS NAS 那我是 這邊是TES 改3.6 這邊記得 幫我Create一個Source 那我可以放我的 那個Module 直接就放 如果你沒有選 可能你這個 這個Source要自己新增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所以我們已經把那個 Python 跟Eclipse 串在一起 好不容易 終於 這個我想以後就不用再做環境了 環境 就搞定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後面呢 就要分別 來撰寫我們的第一個程式 那剛剛不是有什麼A等於5 B等於3 然後把 Sum等於A加B 再幫我print出來 這個地方我想簡單一點 如果 像剛剛是 Print出來沒有了 就沒有了 沒有幫你管理 因為你的 程式 跑完就結束了 但是如果你用Eclipse 他可以幫你管理 反正以後你可以一直寫 所以 以後的話呢 你只要 要寫新的程式 你就按右鍵 New一個 Python的Module 就可以下一個 下一個 一直往下寫 就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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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